结合台湾如是道山教 中华传统宗教总会正式成立 中华传统宗教总会成立大会 日前在高雄佛光山举行 现场贵宾云集 当天大会由总会长王金平主持 会中通过章程草案 并选举第一届的礼监事 三千人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宗教总会的成立跨越党派 同时也聘任高雄市长陈菊 担任首席顾问 高雄市长陈菊说到 透过宗教之间的彼此包容和尊重 将为台湾带来祥和 首先我有提感受 佛光山新银大师 所连统的所有佛光山 他们的北断开快 在这里复告 他们可以接受 今天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信用 度高 还有方便 问一个信用 都是希望我们的社会 是更好害 我们的社会 可以更有正义 所以虽然有时候信用不一样 所拜的 所信用的租行可能不一样 因为整种都是要善良善意 不疼心 所以说我第一次感受到 就是我们佛光山 很大很大的北断 今天可以来生日 我们传统宗教 中学 也请大家 共同的这种信用意见 邀请我们 我们 王金平 王义党 担心我们的中学党 因为佛光山在我们高雄 我们高雄也有很多 不管有宗教 包括一宦都 包括天资教 包括各国各种的宗教都有 我们高雄可以说宗教多元 非常丰富 我想做一个 今天与与高雄市的市场 可以在我们 中华传统宗教的宗会 在这里跟我们 大家共同来生就 这个宗会的生意 从2011年以来 佛陀纪念馆 已经举办过 五次的神明园仪会 而宗教总会成立 也期许世界上所有神明 在每年12月25号 都回到佛陀纪念馆联仪 期盼以宗教融合 推动和平 并发展成宗教界的一大省市 法界新闻 允许高雄采访报道